海人公園最近開出小地質學家活動 帶大家近距離看海食洞 大家可以乘搭橡皮噴射船 或者中式帆船出海 歷史地貌游全程大約90分鐘 是本港唯一有認證生態導賞員 帶領的橡皮噴射船海上游 參加者會由鴨尼州碼頭集合 然後一起乘搭上噴射船出發 想不到這架橡皮噴射船的航速好快 比水中更加刺激 沿著淺水灣至大潭灣一帶 大家可以近距離看到各種奇形怪石和海食洞 而另一條路線就是合家歡路線 乘坐中式帆船了解更多香港漁民的水上生活 除了一樣會看到海食洞 這條航線還會向海洋公園抽水站 了解平時公園的池水是怎樣抽取 導賞員也會在船上介紹傳統捕魚工具 和香港漁民的水上生活 搭帆船還可以慢慢欣賞海岸風景 這個位置很適合打卡 想參加就記得留意活動日期啦